丁一周和赖鸣的故事 我相信我们很多80后 应该都看过他俩的故事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应该是在将近快20年之前的时候 我第一次知道他俩的故事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 我闺女都已经16了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结婚 没生孩子呢 所以说我估计 第一次知道他俩的故事 应该是在将近20年之前 KQR就传说这么一个故事 我记得标题特别深刻 是一个人一辆车一条狗一辈子 那个故事看完以后 我特别的感动 我就怎么也想不到 现实生活中 真的有这样一个人 身患疾病 既然他的男朋友 不在乎他是否身患疾病 如何贫穷 而是放弃了他的所有 花光他的所有积蓄 给他治病以外呢 然后带着他 像刑期一样 面了大半个中国 在布达拉宫 给他求婚了 而你看现在将近 已经20年过去了 他们还 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真的是 极标之外的 有点这个 看了刚才这个纪录片才知道 可以这样讲 丁一周 是赖米这一辈子 最大的一个财富啊 我看了这个纪录片以后 我的脑子里面 立刻就闪见一个概念 什么叫真正的贫穷 什么叫真正的富有啊 对于赖米来说 虽然他是身患疾病的 一个病人 但是他是精神 非常富足的一个 富人啊 为啥 因为他拥有 丁一周 纯真无邪的爱 一辈子 所以说他是多么的富有 但是反正我们现在 很多这个成年人呢 特别是我们很多80后 对不对 老公或者老婆负债了 因为我们经常 接触这个圈了 我们接触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另外一半呢 就要 要么就跑路了 要么就离婚了 老离婚了 这样的一个事件太多了 人情冷暖 我们常天在这讲的是 什么叫贫穷 什么叫富有啊 因为贫穷 所以要离开 怎样怎样 给了我们世面的人 太多的一些评价标准了 但是呢 相比人家这个丁一周 和赖米来讲的话 真正的贫穷啊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